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2019上海车展 这次车展呢 我几乎就没怎么拍正经车 你们也都看到了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水的一次 但是我在这次车展里面惊奇的发现 有着很多车都是我曾经怼数的车 是那种别摁的地上摩擦 而且是反复摩擦的车型 都迎来了换代升级 可以说是从头开始重新坐车 所以这次咱们就盘点一下 那些年我曾经输过的车 到现在都变成了什么样 以及在和老对手进行博弈的过程中 他们能不能有胜算 那在这些个旅站旅败 旅败旅站的车型里边 奥迪Curus3绝对手当其冲的 那这个车在我们节目里基本就是GLA捏 GLA捏完了X1捏 X1捏完了CBX也过来踩一脚 确实让我非常痛心 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 你说这都9012年了 你还用P-Curus35的平台 我这老脸都挂不住 你就别说车了 那人家走过路过 谁不得过来踩一脚 但是这回就不一样了 这回咱们这个车用上了MQB A2平台 这对不对 身份得到了 有效的提升 咱们这个车现在绝对就是傲视正统 而且不光是平台新 整个这些设计也是非常新的 全摇一大灯 这个大镀铬的中网 就这个模样 就这个造型 你放在BBA这三个车里边 它绝对是最时尚的 最动感的一种 除了外观 咱们这个奥迪Curus3最明显的提升 还是在内饰 你看这个内饰 完全在跟Q5一脉相成 以往那个PQ35内饰 你就给我 我也吹不动 对吧 那空调还是拨轮的 现在咱直接 这是换成滚筒 不是 这个滚轮的了 操作起来非常的便利 还有就是这个大屏幕 和这个液晶的仪表 我觉得在BBA这三个家族里 只有咱们奥迪 这才能叫真正的液晶仪表 剩下的车就是个表 至于这个空间呢 众所周知 咱们奥迪是加强的鼻祖 但是这个Q3 它并没有加强 我简单的想一下 这肯定是因为这个车呢 原厂它就不短 官方家常 这是最为致命的 因为你看咱这个空间 基本能达到这个一拳多的水平 这个跟X1它肯定是比不了 但是我觉得跟X1比不了 这个问题不在咱们 在它 是它太大了 你就别说咱们Q3了 就是它本家的X3 不也比不过它吗 而且你看咱这个坐垫 明显非常的长 对大腿的承托很好 再说咱这个前后移动的范围也很大 不仅能让这个后排空间变大 同时还能让后备箱变大 说到这个后备箱呢 虽然这个最大也没有多大了 但是咱们小是小 它这个非常灵巧 上下这个盖板都能调节 所以这个动向空间也有调整 那至于这个动力方面呢 咱们这个车一眼一样啊 都是2.0T高低功率两个弯板 还有一个1.4T 但是无论是2.0T还是1.4T 咱们都是4杠的 这个咱就不说一些车型了 肯定是跟咱们没法比的 变速箱呢 那咱们也是7速双离合的一个组合 老搭档 明老病 再有呢就是这个轩逸啊 那这个车型呢 可以说是坐着有多好啊 看着有多老 经常被人吐槽是这个专车 但这证明了这个车呢 本身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所以啊 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车型换代了 你往这边看 就这个造型 跟边上的那台天籁 所以说是如出一辙 我就看看谁在说我们这个车老啊 谁在说我们这个车油腻啊 你仔细看一眼 你仔细看一下 就这个车的造型 可以说是蓝鸟看了伤心啊 天籁看了流泪 整个这个全新的VMotion语言 配合成这个大灯啊 配合成这个造型 真的活脱就是一个小天籁 尤其你看一下这个车身侧面 你看一下这个C柱 你再看一下那部给天籁 这两个车完全就是一毛一样 整个这个车尾的设计是 非常动感 非常的时尚 所以说谁要再说这个车老 谁要再说这个车油腻 那肯定就是瞎 而且这个全新的轩印内饰呢 也是有了大色体称 无论从品质啊 配置还是从设计上 都跟这个现款车型 有很大的区别 你就比如这个屏幕啊 现在是立体的了啊 现在这个中台呢 也是这种皮质包裹的了 你再看这个车门 还有这个杯架的处理啊 甚至是加入这个碳纤维似的材质 完全就是回家的车型 什么时髦用的 你再看这个座椅呢 整个也是零行用打控处理的 而且坐起来和上一台车型一样 都是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舒适 至于这个空胎雪鸟呢 刚才我碰见去了 他非说这个像法拉利 我觉得 确实是 所以啊 你说就像这样一台车型啊 这么全面 这么舒适 胡正阳他拿个琴普肉 怎么跟咱们比啊 就别说琴普肉了 他就是拿朗逸啊 他就是拿这个卡罗拉 咱们这个车也是一点不处啊 只不过就是动力系统啊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怂 还是这个1.6升加CVT的组合 但是这就是咱这车特点嘛 对不对 咱就是平啊 咱就是稳 那既然来到这个日常的站台呢 还有一个难兄难弟啊 不得不提 就是这个肖克 那这个车呢 以往二师兄拿这个S35捏我 胡平平拿这个CXRTRIV 愚非不就说咱这个车外观 老了点 内饰老了点 底盘就敢差点 但是这一次啊 底盘怎么样不敢说 就这个外观内饰 绝对是大幅提升 咱俩那个车跟我这个 完全就没法比 你看咱这个车是个造型 最新这个VMotion咱就不多说了 关键是大灯 咱也用上LED的 然后咱再看这个内饰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变化 看看这是啥 全新升级的运动三幅放盘 你再摸摸这是啥 这个立体处理 褶皱设计 这褶子比我都多 最新升级的座椅 这能不有质感吗 对不对 那这还有这个皮质 这还有这个缝线 谁再说质感差 我就听听 对不对 而且你看咱这个车 不光是这个质感升级 配置也是 大屏幕 咱们现在用上了 没有10天键 出空啊 下面呢 自动空调咱这也有 而且最重要是 咱把这个手杀啊 换成了电子手杀啊 这最厉害了 对不对 再有呢 咱这车作为家人也有 整个这个配置啊 一点不差 质感一点不差 你说就这样的车啊 它能比谁差 除了刚刚介绍这几位之外 比亚迪SOM PRO这回也是全新换代 这个车看起来就比我是那台 强了不是一轻半点 这个造型 这个设计 这稳稳的国际范 开着一点不见面 你就是放在合资品牌里啊 咱都不会虚 而且这大屏幕 这旋转跳跃闭着眼 没事还能逗个闷子 29要是还敢拿RX5来 完全就是自寻死路 还有就是丰田新一代的荣放 这个车也是因为年头老 岁数大 总是被新车拉出来挂 不过这次完全是满血复活 变身硬汉了 冷不定一看还以为是FORUNNER 而且这个依附的四驱系统也不简单 就是不知道里边怎么样 咱们只能隔着窗户看着 当然要说最让我感动的 那还得是斯巴鲁BRZ啊 咱这车虽然没换代 但好歹是回来了 而且还有STI套价 你说就这前唇 这疯刀 这侧群 这扩散器 这怎么看也不值三万 不过这个胎压监测倒是真不赖 不然你就得跟我一样上个铁匠去了 我觉得说到这 可以点播一首爱情买卖 怎么样 你们也看出来了吧 哥当年之所以输 那并不是因为人不努力 主要还是因为车不太给力 你要是换成现在这些车 现在这个产品力 那咱们绝对就是 所向皮泥 百战百胜 因此我也在这儿呼吁 像这个奥迪A3啊 奔驰GLA啊 这类隔三差五就要拉节目走一走的车型 尽早换代 早日完成这个浓浓翻身 把哥唱的任务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